政壇焦点我们就要来看到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 今天是由自以三军统帅的身份 是前往到了花莲空军四栋腰的联队 以及这加山基地进行国防势道 蔡英文特别向国军的弟兄喊话了 她说国军的荣辱就是跟她的荣辱一般 而为了展现跟国军弟兄是站在同一阵线 这蔡总统不仅身穿代表空军的浅蓝外套 还首次尝试了国军的伙食 国军弟兄喊话超有士气 因为总统蔡英文就来到花莲空军基地进行导试 首度与三军统帅身份 蔡英文看来好像还不太习惯 但刻意身穿浅蓝外套巧妙搭配空军颜色 蔡英文选择视察的基地也有她的用意 蔡英文首次部队视察就选在花莲的加山基地 之所以选在这 就是因为这里是空军战力的保留重要基地 我是三军统帅 从今以后国军的荣誉就是我的荣誉 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全力以赴 为中华民国的空军 我们怎么可以让别人在自己的领空上 耀武扬威 只要是空军就知道这句话的重量 最后我就是要用这句话来送给大家 向弟兄喊话要荣辱并存 也保证要培养国军实力吸引人才 抢先为募兵指铺路 但就在这最后合照 马前总统最爱的战力强 小英没在避讳 军中初体验蔡英文与官兵共进午餐 这也是他首次吃国军伙食 防灾与救灾四重作战 这一点原则今后也不会改变 不忘其勉国军辛劳 首次我方三军统帅 依女性芝姿导饰 甩开军中硬邦邦制度 蔡英文的首次总统视察 的确是军中的大焦点 欢迎新闻 江显东谈一轮花莲采访报道